一张张用色大胆鲜艳 融合原名元素的画作 都出自旅英安美族艺术家 尤喜夫之手 但日前有民众发现 尤喜夫的创作被不当使用 从民众拍摄画面可以看到 基隆原住民文化会馆内 化妆式标示的底图 正是尤喜夫的画作 也让刚从英国返台 站在居家隔离的尤喜夫 得知消息后 立刻在社群网站 表达无奈与愤怒 你不但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使用我的作品之外 而且还用在 比较不雅的一个地方 那对艺术家来讲 其实是一种侮辱 甚至对我个人品牌的建立 其实是一个很伤的一件行为 那我们经过调查之后 是我们在去年度的时候 执行那个原名会有关 108年度原样返乡计划 那可能工读生因为不太清楚 那些智慧财产学的 所以就自行上网下载使用 那虽然是这样 但我们馆方这边管理书师 在这边还是要向那个 尤喜夫老师之上建议 直接来到基隆原住民文化会馆 可以看到原本就张贴图示的地方 是已经被撤下留下的 只有胶痕了 虽然如此呢 尤喜夫还是决定要采取下一步的法律动作 尤喜夫指出自己化作被盗图的事件 有半数以上发生在原民行政单位 虽然过去都私下和解 但这次不再姑息 决定采取法律行动 采取法律行动目前是我 我觉得是最主要的一个管道 因为我希望透过这件事情 大家好好的正视 甚至重视智慧财产权的作用 在资讯发达 人手一级时代 常有民众随意运用网路图片 音乐 引起律师提醒 像这样不经意的动作 也可能要背负法律责任 那当你在网路下载一张图片的时候 你特别可能要特别注意说 这个图片上面有没有 助记授权的方式 助记授权内容 或者在那个页面 当你侵犯一个人的著作的时候 他不只是只有 对于著作权人的民事伤害偏偿而已 另外还有涉及到 就是相关的刑事责任 而尤锡夫表示 艺术家杨成 需要经过长年努力与累积 而且原名艺术家杨成更是不易 无论团体或个人 都应该一起捍卫著作权人权益 为艺术家创造良好的创作环境 全市新闻S56 吉隆市采访报道